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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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有了 气势是有了 但是我们台下就做的有两位武术冠军 你别看他们现在 笑容可击 慈眉善目 我给你讲 人家要是真是亮起相来 那也是不得了 给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 亮起相动作 好 来 让我们感受到 实不相反 距离不近 但我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气势逼人 那女孩子会不会亮相好一点呢 你别说 这还真就是只有习舞之人 才能带出来的这种劲儿 二位老师刚才这个亮相 你觉得怎么样 严肃哥 感觉很有珍惜 感觉又有霸气那个 有没有把你给震住呀 没有 习舞之人就是要有胆识 是不是 不能轻易地被吓倒 我跟你讲 但是呢 光有这个严肃的亮相还不够 我们要看一看你真正的实力了 那所以你今天 你挑战的内容是 我挑战翻跟头 没说错吧 你这孩子上来这价那么高 最后挑战个翻跟头 这说不过去吧 对 翻跟头太容易了 对 像我们虽然不会翻跟头 但插不住我们有专家呀 对呀 输冠军 就是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街舞的教练 没错 那翻跟头还有王琪哥哥 那翻跟头都是随时就来 对呀 你这翻跟头会不会太简单了 作为挑战内容 那我翻的动作 台下的各位老师不一定会 年纪轻轻 口气不要太大 你的翻跟头台下老师不会 怎么可能呢 你不就是普通翻跟头吗 不一样 不一样吗 是的 真的吗 真的 敢当着老师高手的面展示一下吗 可以 那我要是把两位高手请上台来 就是一左一右站你旁边 你觉得有这个气魄跟他们比试翻跟头吗 有 有请二位武林高手上场 来 欢迎两位上场 欢迎二位 一般离得远 感受不到那种压力 对 只要是站在身边了 感觉就应该不一样 二位一起走上来的时候 就感觉到一种压迫感 现在往你的身边一站 孩子 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真的不紧张吗 知道 刚才已经说了你的翻跟头有所不同 所以接下来呢 就得给我们展示展示了 好不好 好 我觉得可以这样 看一看 如果说两位老师一看你这动作 人家信手担来都能做 那就算你输了 好不好 如果你翻的跟头 他们学不上来 你就可以提要求 好不好 来 第一轮 看看我们挑战者多彩少年 给我们带来的是 怎样的翻跟头的展示呢 很厉害 怎么样 这叫什么 后手翻 对 后空翻 对 最后那个叫原地后手翻 对吧 他完成的程度 你觉得可以打多少分 如果打十分的话 我会给他九点五分 因为定价很高 爆发力也很强 其实我们小徐同学 你别看这个简单的翻跟头 最多翻过多少个 告诉我们 我能经营36秒 连续翻了52个后手翻 当时老师把视频报到网上时 人民网 新华社都给我发新闻点赞 连续翻52个 要不要看一下这视频 你看 来 好 东阳横电某步行街上 全东北部 我要把东北部发扬出去 我也想把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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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来说应该不在话下吧 没有问题 好 随老师给我们展示 过 注意看这个速度和力度 干净利落 来 小宋老师 小宋 我做他最后的那个侧空翻 好的 好 所以嘛 小徐同学一说挑战翻跟头 我们就一直在劝你 对 这翻跟头就是太普通了 你还不听劝 虽然你翻了52个 虽然新华社人民网为你点赞 我们都承认 但是我们要做到的是 你能做的 哎 两位老师做不了 这才算咱们赢 对不对 这样吧 小徐 就是如果说你翻的跟头 两位老师翻不了 对 那么呢我们就替你邀请 两位老师教你一套 他们自己的绝招 好不好 但是人家要翻得了的话 那就你要继续翻到 他们翻不了为止 好不好 好 可以吧 两位老师 可以 所以接下来小徐同学 你还有什么看家本领了 请 给我拿一个眼罩 我要蒙上眼睛 翻跟头 蒙上眼睛 翻跟头 我跟你说 人家 你不管别的 人家小徐就是 特别有习武之人的 你看人从一上场说话 一直都这个地方 行 我叫蒙上眼罩 对吧 有机器 对吧 蒙上眼睛 你不是开玩笑吗 我不是 这个蒙上眼睛 说实话 平时我们走直线 其实我们玩过那游戏 都有点难 尤其转两圈之后 走直线都走不直 这翻跟头 还真的是挺见功利 那我们现场来 见识见识好吗 来 上眼罩 来 上眼罩 小徐 你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真的吗 真的 小徐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随时说 好的 练的时候没有发生过什么 太大的偏差吧 有时候发生过 会怎么样 有时候就是翻着翻着 歪马 有时候还会摔倒那些的 那我们这样 反正大家在舞台上 一起帮你看着 如果但凡有危险的可能性 我们就随时喊停 好吗 好 来 加油 好 小徐同学现在要展示 蒙眼翻跟头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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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 请把眼罩摘下来 还能走直线 没问题 没问题 蒙眼翻后空翻的 它的难度是在于平衡性 因为它是蒙着眼 你看正常人有时候 走的路都会摔倒 不能走直线 它这个是它的平衡 以及核心力量 掌控得非常好 平常在我们就是闭上眼睛 哪怕是我们站在这儿 其实也不太容易 这样站得很稳 它既然能做到就是现在 它能蒙住眼睛 你这样打后手翻 就确实很厉害了 现在 那么问题又来了 二位 这个动作 二位有人能做吗 我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对 徐同学一直在鼓掌 觉得刚才我们徐老师的这个蒙眼翻跟头怎么样 你会不会尝试一下 郭安利呀 跟你相比呢 不好说 显然没有你做得那么的干净利落 不过因为老师确实是平时很少练习 你可能是平时练习 这个练习的也比较多 对吗 是的 他特别逗 一直都很淡定 刚才您要翻的时候 有点紧张 你是在替谁紧张 孩子替你紧张 但是觉得我们的隋老师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是的 总之我们的要求是这样 只要你的这个动作人家做上来了 那就不算是你获胜了 直到他做不上来的动作才可以 所以你接下来还有没有更难的动作了 有 这翻个跟头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对 是真有吗 真有 咱们那个认输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对吧 两位都是冠军 输给他们不丢人 真的还有吗 有 有什么动作 给我们讲讲 我可以 左右手单手的翻跟头 单手交替后手翻 对 对 单手后手翻 他讲究的就是他的核心力量和他的手动作 手臂的一个力量 然后他可以均衡地给两个手臂都同时灌输一些相同的力量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 也非常的厉害 对 现在其实做到这种这种单手后手翻的人应该是不多 您能尝试一下吗 能尝试做一个 是吗 对 一个也行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尝试着一个 右手 单手 后手翻 左手就 左手就比较困 对 左手就比较困难了 对 我觉得首先要为我们的隋老师的勇气 和他的这个实力来鼓掌 很厉害 很厉害 谢谢 但可是 可但是 您这个不算 他叫单手交替 后手翻 必须得有交替 光一个还不行 所以如果交替的话 您能做到吗 这个我就甘拜下风了 甘拜下风了 对 那得了 这一轮你胜出了 小徐 可以提个要求了 要是都不会的话 你得教我套武术 教套武术 是的 这个要求我觉得作为武林中人来说也不过分嘛 对 好不好 好的 现场教咱们小徐一套武术 好 您最擅长的是 低躺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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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挑战蒙眼睛单手后手翻超过20个 蒙眼睛单手连续后手翻超过20个是吗 是的 曾经达到过20个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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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啊 注意看啊 好 啊 没 bättre对 小伙子特可爱 他不管是在这个台上表演的时候 还是在侧台当观众的时候 都是一贯的风格 练 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 而且是满面笑容 对 以他那个练功的时候 那种严肃的表情是截然不同的 满脸的羡慕 但其实两位老师我跟你说 对 各有各拿手的绝活 你别看 如果你要是还想学到小宋老师身上的绝活的话 那你就还得翻一套跟头 就是小宋老师翻不了的 对 好嘞 还真行 还有 不是 你的单手交替都已经展示了 还能有什么难度吗 我可以单手交替头 刚才是择手交替的 现在我只用一只手搬跟头 就一只手右手 知道 不交替了 知道 对这一个支撑手手臂的力量要求 有极高 对 能翻几个 你没想让我翻几个 口气不小 你说翻几个就翻几个 从这翻回那个横店 那想得太远了 我们飞强6加1翻7个 好 不真的 别影响你的 别影响你一会挑战 7个真行吗 真行 好 有请 来 鼓励静号 过号准备 单手连续 后手翻 1 2 3 4 5 6 7 说到做到 单手连续后手翻 小宋老师不要笑 接下来就是看您怎么接招了 翻后空翻这些确实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认输 好 我认输 但是小宋老师也有他的强项 您在刚刚结束的成都大运会上 是获得了男刀项目的冠军 对吗 对 所以说如果连续单手后空翻 这个难度动作不能够现场 跟着我们的小同学一起来学的话 您会给我们带来一段怎样的展示呢 那我就把男刀的动作交给他 想不想看 行 好 有请 不知道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第一 宋老师的动作捕捉的完整不完整 第二就是我们小徐同学的摄像机镜头 还有那个表情 还有那个发自内心的那个鼓掌 不知道刚才捕捉到没有 我发现这孩子是真喜欢武术 是不是 知道 看两位老师刚才这个表演 你有什么感受 感觉还有那个 厉害 这孩子特憨厚特可爱 而且就感觉真是爱武术 在旁边老师还没打呢 真好 就这种感觉 是不是 太棒了 所以说我觉得小徐同学这次收获太多了 是的 那个要不要感受一下小宋老师的男刀 要 天 行 你看 还很有自信 咱们小徐同学的确是酷爱武术 每天训练的时候就武馆是几点开门啊小徐 九点 你平时几点去 七点半之前 七点半以前就到了 自己给自己加练 正是有了这份热爱 我们才看到在舞台上他的这个表现 谢谢 来 给两位老师鞠躬致谢好不好 喜舞之人各有的历劫 感谢二位 谢谢 其实我们知道小徐同学呢 练习武术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对吗 从几岁开始学的 六岁 那你觉得这三年的练习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这叫了无关手机的毛病 以前胖乎乎的 现在还变得很健壮 以前不讲礼貌 我在练习武术时 老师经常说 习武先习德 百善孝为先 练武讲武德 功夫不好可以慢慢学 但没有武德是不行的 看 这个老师的话 牢记在心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说今天你要挑战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挑战蒙眼睛单手后手翻超过二十个 蒙眼睛单手连续后手翻超过二十个是吗 是的 就针对这个项目你练习了有多久 一年多 练习了一年多 那么长时间 是的 超过二十个 超过二十个 那你现在水平这个 曾经达到过二十个吗 没有 然后多彩少年这个舞台 我想打破自己超越极限 厉害了 大声地告诉我们 你对今天的挑战有没有信心 有 来 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下面是我们的一号少年徐静昊的挑战时刻 有请裁判员隋天琦宣读挑战规则 好 双眼单手后手翻 挑战规则如下 一 全程动作规范标准 二 连续单手后手翻 仅用右手出地 三 全程蒙住双眼 四 在舞台中央 两米宽的长条形赛道上 连续完成数量超过二十个 五 本轮挑战有两次机会 好 有我们的 挑战选手做一下准备 也请小宋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徐同学的这个挑战项目的难度在哪里 因为他刚才在做蒙眼和单手的时候 都是如果比如说他刚开始蒙眼 但是双手 然后后来成单手他就不蒙眼了 所以他如果把这两个就是同时进行的话 肯定难度非常大 而且还要超过二十个 这确实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的 难度系数叠加 所以升级了 我们的隋老师也来解读一下这个挑战的难度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他是直线的 他不能出直线外 出直线外就算挑战失败 没错 我们之所以给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区域 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不能够完全地出我们规定的这个范围的 手稍微出一点点就可以的 但如果身体的大部分出了我们规定的这个区域 那么挑战就视为无效了 对吧 蒙起眼睛 如何来保持这个平衡 还有对他这个身体的力量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来 小伙子 请佩戴眼罩 到我们的起点做准备 准备好了 先示意我们 可以了 好的 请戴好眼罩 请听裁判员的口令 我宣布 挑战 开始 厉害 厉害 小伙子 来 怎么样 还好吧 这样 我们共同也通过慢动作再来欣赏一下小伙子的表现 也请我们的两位裁判员共同再来确认一下刚才的最终成绩 好的 下面有请我们的裁判员来宣布挑战结果 徐晋昊挑战猛眼连续单手后手翻超过二十个 现场成绩为二十六个 全程动作规范 符合挑战规则 达到挑战要求 判定结果有效 裁判员宋翠芳 好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大声地宣布 徐晋昊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恭喜你 也谢谢我们的两位裁判员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我们的功夫少年徐晋昊 首先恭喜你今天挑战成功 我非常喜欢你的说话方式 就铿锵有力 我也喜欢你今天舞台上所有的这种功夫的这种表现 干净利落 我喜欢你这种自信 还有这种霸气 我们都能感受到你对武术的热爱 也能感觉到你对自己练习武术的那种骄傲 所以愿你永远保持这一份热爱 愿你能够一直地骄傲下去 加油 徐晋昊 谢谢 谢谢 我看到网络上你又说你想成为一名特种兵 对吧 对的 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 所以说当我看到你这么小的年纪 能有这么一个目标 想为国家做贡献 希望你这一段历程 会为你以后追求的目标也好 梦想也好 奠定一定的基础 一个孩子 能这么努力的每天提前两小时到武馆 去加强训练 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我就想起来李大钊说的一句话 他说凡做事需要脚踏实地的功夫 不迟于空想 不误于虚声 唯以求真的态度去做踏实的功夫 这样呢以这个态度去做事 那功可成就 以这样的态度去求学 则真理可明 所以未来的特种兵 有你我们就踏实了 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几位老师 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都要 多多地向我们的小静浩来学习 对 正所谓少年抢责 中国抢 是的 在这里也要特别荣幸地来宣布 我们的徐静浩同学成功入围多彩少年 二零二三年度的少年英雄榜 最过来的 最后的日子 每个小时 我们的风景 都给我们算计 很开心 小时